下午好朋友们 今天来吃一个心情啊 第一次我也是第一次吃皮皮虾 这种盒状啊 先给大家看一看 盒子装 一盒是在十只左右 哎呀好香啊 椒盐 香辣椒盐 嗯 好了 他有块这个 这个是挡住这个皮皮虾 不把这个上面这一层膜给刺破的 像啊 呃我要打 放微波炉加热一下 加热 两分钟 现在好了啊 已经加热了 我加热1分30秒 然后下面有有有点这个汤汁 和一下 搅拌 然后这个皮皮虾是经过油炸的 哎呀 油炸这个壳还是有点脆啊 然后有一些可能会 呃 有点热啊 有点烫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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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个肉啊 现在这个皮皮虾跟以前的味道不一样了 嗯 然后 有公有母 有大有小 以前的肉质吃起来比较散 比较干 然后这个就不会了啊 因为这个是用微波杀菌的 以前的是用正常的高温杀菌不一样啊 嗯 有大有小啊 但这种小的很少啊 这种小的还是很少 正常情况下都是这种大小 正常都是这种大小啊 一盒在1234567890 刚好这一盒有10个啊 10个10只左右 然后是净含量是在200克 哇 然后有公的也有母的啊 但是母的很少母的很少啊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 这些皮皮虾 基本都是抛纸了 我的 嗯 现在这个味道真的是比以前好吃多了啊 现在这个味道真的是比以前好吃多了啊 嗯 我看有没有母的啊 敲一敲 找一找看有没有母的 感觉像是 这个这个试一下 手上拿到这个 捏起来肚子里面硬硬的 那说明啊 有可能是母的 也不一定 啊不是啊不是 虽然不是我的 但是肉很多啊 看一下很肥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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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